美国历史上首次药价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当地时间2月1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 通过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 向首批10种处方药的制药公司 发出了初步报价 包括阿派沙斑 恩格列径 利法沙斑 塑肖门东胰岛素等用于治疗糖尿病 心血管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 涉及百时美食贵宝 阿斯利康 强生 诺和诺德 里莱等药企 参见财新周刊 全球现药价 杜克大学卫生政策中心主任 美国FDA前局长Mark McClellan向财新分析 首批10种类药品进入谈判清单的主要标准 是费用支出 患者支付定价 往往远高于药物净价 同时属于治疗严正性疾病 凝血疾病等常见药物 在美国国内竞争激烈 作为目前美国医保支付成本最高的10种药品 他们在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期间 累计由医保支付总费用约505亿美元 占Medicare D部分全部药物的20% 覆盖近6600万人 其中 百诗美食贵宝与辉瑞联合研发的 阿派沙班支出最高为165亿美元 不同于中国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 美国医疗费用的保障 以商业保险为主 Medicare和Medicate等政府保险计划为服 其中Medicare主要覆盖老年群体 分为Part A 住院保险 Part B 补充性医疗保险 Part C 医保优势计划 Part D 处方药计划四个部分 Medicare则面向低收入居民 儿童 孕妇 残疾人等特定人群 提供兜底保障 在自由定价和现有控费 及时乏力的基础上 美国既是全球医药创新最活跃的地区 也不可避免承受医疗费用支出 快速增长的压力 HHS下属规划与评估助理部长办公室的研究显示 2018年美国药品价格平均约为 3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对比国家的2.5倍 旨在降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高昂药品支出 2022年8月 拜登政府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下称IRA法案 授权美国医疗系统最大的支付方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以价格谈判的权利 对Medicare B部分和Medicare D部分 所涵盖的一些最昂贵药物展开谈判 其中前者囊括由医疗服务提供者管理的特殊药物 而后者围在零售药店配药的药物 按照工作部署 2月1日前 CMS首先考虑研发成本 生产分销成本 替代治疗方案等因素 为每种药品提供一份 关于最高公平价格的初步报价 企业拥有30天时间提出意义和还价 若双方未达成共识 则进入会议谈判缓解 8月1日前谈判结束 9月公布结果 202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在漫长的谈判周期内 药品覆盖范围逐渐拓宽 第二阶段 CMS可以就15种Medicare D部分药品谈判 2027年生效 第三阶段 15种Medicare B部分或D部分药物 进入纳入谈判 2028年生效 2029年级之后 谈判的B部分或D部分药物 扩大至20种 首批谈判清单中 仅有一部替你一款抗肿瘤药物 Mark McQuillen预计 随着谈判深入开展 更多应用并不广泛 治疗癌症等特定疾病的药物 将纳入谈判 要其抵制 谈判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 根据CMS要求 企业需在2023年10月2日前 决定是否签署协议 并参与谈判 若拒绝 将面临最高位 其在美国市场销售额 95%的消费税 或从政府医疗保险 和医疗补助中 撤出所有产品 谈判遭到要起 和行业组织的强烈抵制 PHRMA在近期 一份声明中表示 任何公众无法了解 CMS是如何权衡 各种因素和治疗价值 以制定价格 过程被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 兼首席政策官 Near Bradley直言 当联邦政府 有能力强迫 你接受他们的价格 或者面临巨额消费税时 制药商与CMS间的交流 就不能成为谈判 去年6月起 墨沙东 百石美食贵宝 强生 默克 柏林 格音格汉 阿斯利康等企业 先后起诉美国政府 捍卫定价权 他们声称 价格谈判本质上是 逼迫要起参与谈判 并承认价格公平 违法了美国宪法 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阿斯利康在8月25日 向特拉华州地方法院 提交的法律申诉中 直言药品价格谈判 与为罕见病药物研发 提供支持的孤儿药法案 初衷背道而驰 罕见病和癌症患者 依赖于高风险 低概率 长时间的药物开发 如果ARA法案维持不变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美国受益于 孤儿药法案的 罕见病患者 将延迟获得科学突破 阿斯利康公司 肿瘤业务部执行副总裁 Dave Fredrickson 在一份声明中称 政府的态度始终强硬 尽管制药公司 试图阻止医疗保险 就更好的药品价格谈判 但我们不会被吓到 拜登政府将继续努力 确保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 获得创新的 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法 HHS部长 Cavier Bucera在8月底表态 在最终日期到来之际 要起集体妥协 全部同意参与谈判 不过相关诉讼仍在进行中 据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 KFF统计 截至今年1月 仍有9起诉讼 当地时间1月31日 阿斯利康与美国司法部 在特拉华州地区法院 进行了首次口头辩论 据美国医疗媒体State报道 阿斯利康指控医疗保险机构 在颁布该计划时 违反了行政程序法 从而剥夺其受保护的财产利益 特拉华州地区首席法官 Konnell称 阿斯利康的论点并不令人信服 不明白为何因参加谈判 造成利益受损 Mark McClellan判断 企业的诉讼并不会成功 目前来看 已做出裁决的法官 均支持政府 大多数审查 ILA法案的法律专家认为 谈判将势在必行 不过他提醒 现在仍处在早期阶段 谈判生效时间为2026年 意味着如果要起在一审中败诉 尤其当不同地区法院判决不同 可能会继续上诉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全部过程将格外漫长 而在第二阶段 也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诉讼 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1日 白宫官方网站的一份声明中 坚持立场 目前我们已将老年人和残疾人的 胰岛素费用降至35美元 从明年起 老年人自付药费上限 将为2000美元 政府继续保护这些计划 不会停止为老年人和辛勤工作的家庭 降低费用奋斗 影响几何 药品价格下降 无疑是谈判最为直观有利的效果 IRA法案预测 谈判后 药品价格的降价空间 在40%至75% 上市时间越久的药品降幅越大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预测 谈判将是2022年至2031年的 卫生项目支出 节省约2370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 最终降幅或叫温和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吴明撰文称 尽管谈判的药品是价格最高 销量最大 并带来高额药品费用的药品 但品种不多 且时间跨度很长 到底能起多大减少 医药支出的作用存疑 同时 谈判面向 Medicare Part D和Part B的参谋人 每年谈判药品品种 和受益面有限 一名跨国药企市场 准入负责人分析 首批10种药品 大多已经度过销售巅峰期 与中国谈判药品 未进入医保 以价换量的大幅度压价有差别 至少不会达到60%左右的降幅 Mark McLevin提醒 药价降低 并不必然导向患者负担的减轻 商业保险公司 在其中能够为参保人 尤其是Part D的老年人 提供多少保障 同样至关重要 随着利润空间收窄 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受挫 成为最大的担忧 CBO预测 未来30年内 美国上市新药数量将减少1% 据IRA法 纳入谈判清单的条件 未没有仿制药 或生物类似药的药品 经过FDA批准 至少9年的小分子药品 或获得美国公共健康服务法 许可证 至少13年的生物药等 前述药企市场准入负责人观察 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 在价格谈判前的独占期 仅有9年和13年 研发难度高 适应症人群少 获益不高的小品种研发 可能减弱 同时 新适应症的研发可能受阻 他解释 当前生物药及种流药 通常先从一个最有效的 小适应症开始上市 此后通过真实世界数据 或其他方式 不断开发拓展新适应症 现在很多国家 都还是按照药品通用名定价 如果IRA价格谈判过低 新适应症一旦上市 即面临价格管控 可能影响后续开发的积极性 Mark McClellan认为 由于小分子药物的市场独占期 仅有9年 在首批谈判药品中 阿斯利康的达格列径 诺华的沙库巴区 斜沙坦纳片等 很快就将有仿制药上市 本身面临低价竞争的压力 叠加IRA法案的价格冲击 未来小分子药物的研发 和投资热情可能有所下滑 2023年1月 PHRMA发布的 对成员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 78%的成员 预计将取消部分 早期状态的管线项目 63%的成员 预计将把研发投资重点 从小分子药物上转移 另一方面 Mark McClellan分析 相较于原言 要能在正式谈判前的 9年或13年内 享有专利独占期保持的 可观利润 仿制要获得的窗口期缩短 受到谈判的影响 更违迅猛 但他认为 现在各界不明确 谈判的实际价格影响 将如何发挥作用 因此讨论阻碍 研发创新为时上早 IRA法案的调整步调 仍渐进谨慎 包括对某些孤儿药 低一宝支出药品 和血浆衍生产品的豁免 给予一定时间 专利保护器的尊重 HHS部长 在今年2月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频道 ABC News采访时提到 谈判让一些公司 多年以来 对药品价格实施 何种监管 始终是民主党 与共和党对垒的核心议题 拜登在前述声明中称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 正在加入制药公司的行列 投票支持 废除我们为 降低药价所做工作的 立法和预算 阻止医疗保险 为美国的老年人 争取最好的待遇 一名美国学者 曾向财新表示 从奥巴马的 Affordable Care Act 评价医疗法案 到拜登的IRA法案 民主党一直着手于 医疗医保改革 通过加强政府管控 控制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 而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 正如火如荼 如果拜登没有连任成功 很有可能出现 类似奥巴马医改式的 政策连续性危机